躺平真人连击带粉丝开黑第二天 这种玩法你们见过吗 无区 是高级夺舍贷款流 这种玩法我知道 可以让多人同时存在于一个房间内 收益共享 金币共存 而且 几个人同时升级一个东西 比如说床 一下子就连升好几集 不过嘛 那咱也不能耸啊 看我今天就先把你们给破了 真心不容易啊 幸好这房间里面只有三个人 最终呢 咱们还是技高一筹 突破了他们 哪来吧你 但是 这个时候 问题来了 注意看 看到了没 小伯们 当我经过这个淘汰的小屋时 我的血条突然狂掉 这里面明明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还有东西打我似的 这到底又是什么新玩法操作啊 之后 我询问粉丝才知道 原来他们房间里 还隐藏这么多炮台 都是他们被抓之后建造的 我看不到 也挠不掉 粉丝称 这个隐藏玩法叫 王魂的降维打击 当然啊 建造方法我也学到了 咱们 就去找秀妹子实践一下 小学的小伙伴们也别急 长按点赞 操作方法 马上就展现 秀妹子 今天这把联机 给你当猎猛者了吧 我当猎猛者 行啊 玩可以 但是 我必须定几个规则 第一 你和粉丝们 不能使用高级夺射 注意一间房发育 第二呢 你们也不能全部 变成天使 给我捣乱 答应我这两个条件 我就玩 行行行 都答应你 反正咱这个隐藏玩法 跟他说的都不沾边 OK 开始游戏 咱们先随便选择一个房间 开始发育 呦 旁边还有个邻居呢 可以 整挺好 那咱们今天这种隐藏玩法呢 前期最主要的就一个字 钱 越多越好 在咱们被干掉之前 最起码得有个两三千才有意思 所以咱们前期什么也不管 就升机床 需要升门的时候 就点一下门 不需要的时候 就攒钱 差不多到六级床 加32金币就应该够用了 什么 你问我 练梦者来了怎么办 嘿 瞧好了 别别别呀 车鸟头 你怎么来挠我了 这不还有那么多人吗 你先去挠他们吧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战术 这叫 好汉不吃眼前亏 咱们现在有多怂 待会儿就有多猛 等着瞧吧 我来 我去 你怎么这么快又来了 我刚才好好地思考了一下 总觉得你有点不怀好意 所以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先把你淘汰了吧 你这 拿来吧你 好了 化妆了 看白了 接下来 该开始咱们的表演了 一般大家在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大部分人 基本都会选择猖鬼或者天使 继续体验游戏 但咱们今天两个都不选 咱们选择这个 继续观战 注意看哦 在这种状态下呢 咱们依旧可以建造炮台 升级炮台 而且更关键的是 咱们的金币和电量 不会有任何消耗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 就咱们每次的花费 不能超过已有的金币和电量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 前期攒钱的原因了 哦 快看快看 秀美子来了 嘿嘿 你们注意看它的血量 哎 怎么回事 我的血量怎么莫名其妙就没了 蓝哥 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 这房间不是被淘汰了吗 我去 要杀了 快跑 哈哈哈哈 怎么样秀美子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啊 可恶啊 果然是你搞的鬼 哈哈哈哈 好了 小伙伴们 这就是今天的 躺平连击的新隐藏玩法 王魂的降维打击了 有兴趣小伙伴们 快去试一试吧 最后呢 别忘了常常点赞哦 点赞过万 下期视频火速更新哈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